哈囉大家好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日常穿搭 那在夏天我想要看起來比較涼快 或者看起來比較辣一點的時候 我就選擇穿這樣子的平口上衣跟長褲 因為我覺得我的腿比較沒有那麼好看 但是我身材優勢算是我的直腳尖 我的腰還有比較平坦的小腹 所以我會選擇露出這兩塊肌膚 那在夏天我還是選擇美拉德這樣的顏色 是因為我覺得在晚上出去顏色會看起來比較酷 那我再搭的是厚底的靴子 讓我的腳的比例也會拉長 第二套我選擇的是白色雪紡洋妝跟小白鞋 我覺得白色在夏天是非常清爽乾淨的顏色 也可以讓你整體的膚色亮一階看起來非常的白 那我選擇的是雪紡的材質 是因為會讓我的女人味立刻提升 看起來整個人比較仙 仙女的氣息 然後我選小白鞋取代叫涼鞋 行動上也比較自如 整體看起來也比較年輕 而且搭起來是很協調的 那我肩帶部分把它綁成蝴蝶結 是有今年很流行的蝴蝶結元素 那像這樣子的小白鞋跟白色洋裝 其實非常好搭的 重複性可以很高 因為不管你今天搭的是什麼樣的外套 搭上去它其實白色的洋裝都很協調 所以我覺得白色洋裝夏天必須入手 第三套是我日常非常常穿的穿搭方式 就是短背心跟短褲 然後或者是配上一個外套 就是襯衫 我不會真的穿很厚重的外套 是因為夏天真的很熱 但是有時候是防曬或進冷氣房的時候 我需要可以有點抵住我的寒氣的感覺 我就會戴一個襯衫 那就是oversize的襯衫 你可以單穿也可以套在外面 然後我家的靴子是到我的小腿左右 剛好可以把我小腿最粗的位置可以折住 修飾我身材的比例 那其實我日常穿的顏色都是比較酷一點的 所以我還是選擇黑色配黑色的褲子 這樣整體也會比較協調 用一個藍色髮條脫出來 這一套我選擇的是綠色的背心 是針織材質的 戴長褲 再加上小白鞋 就是我剛剛說的 因為我很喜歡露我的肚子 跟我的直腳尖 所以當我在夏天想要穿搭的時候 我日常無腦穿搭就是這樣穿 那我喜歡黃色跟鮮綠色 這些很鮮豔的顏色 會讓我覺得在夏天非常的有火力 因為我一直很相信 色彩靴可以帶給一個人的 每一天不同的心情 然後配上白色 完全可以把這個綠色鮮豔的感覺 襯托出來 整體也很適合夏季 最後一套是我日常也是無腦穿搭 會穿個白色 一樣是平口背心 配上粉紅色的長褲 但它是藕粉色 不會那麼的可愛 反而稍微帶有一點成熟感 然後一樣色系的襯衫外套搭在外面 這就是我覺得日常我外出吃飯也好 或是跟家人出去玩最輕鬆的穿搭方式 那一樣是帶有照杯的平口上衣 我就可以免去再加一個內衣的穿搭 會比較輕鬆 只要一件套上就可以了 再照一個外套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怕冷的體質 所以隨身攜帶一個薄的襯衫外套是很適合的 那要怎麼搭是最好呢 白色跟這種淺色系搭在一起是非常萬能好搭的 所以其實白色背心會比黑色背心來的實用好搭 你們自己也可以入手一款白色背心 然後再配上這樣子 藕粉色帶有一點女人味 可是它是帥系的材質 所以整個人又不會過於女性化 就是我很喜歡穿搭喔 這幾套分享給你 希望你們會喜歡我這次的分享 掰掰 謝謝 謝謝 謝謝